那些會刪掉嗎 那你就可以看到實體 為什麼要刪掉 他就給我看 然後就把他刪刪掉 這個話題可以 因為我爸 我爸等等開幕都不會起 都沒有IG 都沒有IG 都是邏輯兩體重 夫妻邏輯兩體重 那夫妻間的溝通都很順利了吧 感謝主 那一次我們的直播事件 讓我們感覺變超好耶 有什麼更甜的舉重 他就懂得表達他的一些 我懂得去參與他的聲音 我以前就不太會去參與 還有他現在會懂得叫我 就是譬如說他每天吃東西 他其實都吃固定的 就找他就是煎個荷包蛋 或是水煮蛋這樣 他就會說 寶貝你可以幫我煎個蛋嗎 喔 幫你拉進他的 他的生活系統 他會說你可以幫我 他以前不會 他以前就是自己 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弄一弄吃掉就甩 就真的像機器人這樣 就是像喝汽油這樣 每天都是喝一樣的東西 可是 其實那次討論非常的好 以前 那次討論 我雖然看起來好像蠻激烈的 但是其實非常的好 因為當時 跟你出的主動 因為他那時候說 你覺得我們有在一起嗎 我說我們不是住在一起嗎 他那時候就跟艾成說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之前我們那個紀念日的時候 也是我回到家打開 有哈魯的蛋糕 有比較口味的 他說他叫他去訂的啊 然後我愛沛放什麼 LOVE SONG 也是你弄的啊 就是那一軍師就對了 對 艾成做這些事 是開心的 你是有靈魂在做這些 好犀利喔 好犀利喔 我發覺我的人 他比較不會這麼枯燥 發味 現在這樣子 我會學到很多東西啊 會從那邊學到很多 什麼收納啦 種植物啦 那你真的想知道這什麼 你問我是不是 真的想知道 所以你這樣問說 欸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剛開始不想知道 我剛開始 我會覺得 那不管我的事 然後最後我去參與的時候 我發覺這才是一個 我才覺得我擁有它 但是他是不必要 要用那個直播 就說你們要那個 還原現場 你們要怎樣罵我都可以 就是要把我罵信 對對對 對對對 可是大家可能會誤會 就是統合 就是這樣 就 對啊 對 對 連我媽媽都生氣 我媽媽都 生氣他 就是這不可以這樣罵我 然後 有一天我們就打電話 跟媽媽說 這次起播音節目 我們只是 希望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可以讓一個人看到 我們可以得到一處這樣 那你有得到媽媽的原諒嗎 有 很好笑 我爸爸還搶電話過來 不要擔心啦 爸爸比你更糟 有後悔結婚的念頭嗎 就是這個念頭想過嗎 後悔 但是我剛開始要不要先分開 你會比較好 就是你 像你不用再花那麼多錢 因為他還是會負擔家裡的 就是有家用嗎 什麼 還是會 會亂講 那你拍那些會刪掉嗎 刪掉刪掉 他一定要刪掉 看完就刪這樣 那你就可以看到實體 為什麼要看 他就給我看 然後就把他按三條這樣 同時 同時 所以啊 這樣子都很好看 對對對 這個話題可以 哈哈哈哈 因為我爸 我爸等等開幕都不會起 都沒有IG 都沒有IG 都是裸體 兩體重 夫妻裸體 兩體重 一塊 好聰明哦 完了 我聰明哦 今天的頭條 全找到 那你們睡覺會穿睡衣嗎 不會 你們有睡覺會穿睡衣嗎 你們有睡覺會穿睡衣嗎 睡覺會穿睡衣 睡覺會穿睡衣 你不穿睡衣 他忙不問的 哈哈哈哈 他慌了 沒有 我想像的睡衣是那種 就是那種 這一套 一套的是不是 真正睡衣那種 我怪獸死 你嚇死我了 你們都穿了很多 我們會穿衣服的 我們會穿那種客製的睡衣 哈哈哈 你不穿睡衣 回到什麼 我會穿睡衣 我的東西 我就會穿睡衣 我會穿睡衣 我會穿睡衣 睡衣 睡衣 睡衣